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四节 那么这一节我们来一个大餐 我们说第四章我们讲的是什么 输出输出对吧 那么在最后一节我们第四节通过一个案例 来演示一下我们这些输出输出 是怎么样来操作的 这个讲一个叫肯德基点餐系统 是吧 来看看这个大餐怎么样实现 首先有这么几节内容 第一个要声明这个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这我们用的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二维数组 那么后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一个结构体 那么现在没有区 包括数度也没有区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另外要定一个主循环 因为有很多人去点餐 是吧 比如说第一个小时候你点餐完了之后 其他人又去点餐了 你得让它循环起来 对吧 并且要打印这个点餐的一些信息 你点了几道菜 是吧 然后已经合集一共多少钱 好像肯德基现在也出这个中餐了 有没有 好像也有盖饭之类的 米饭 对吧 这个选择输入 就是你选择 它给你列出来 有一个菜单 选择一是可乐 二是可能咖啡 三是那个鸡腿宝之类的 那么最后呢 要输出这个定餐信息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实现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要声明这个数据结构啊 这个数据结构里边我们来看看 首先呢 有两个红定义 定义两个常量 一个是几航几列 我们这里边就是 因为没有我们这个还没有讲这个结构体啊 sact 我们说用这个数组来模拟它 我们来看这个啊 嗯 四伏串指针 一个二维数组 是吧 呃 四伏串指针 其实就是 四伏指针啊 是吧 四伏指针是四伏串 是吧 现在就是四伏串数组啊 这里边有 四行三列 对不对 四行三列 你看啊 这个 首先有这个 四行 每一行里边有三列 看到了吗 四行三列 这个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啊 怎么实现 打开我们Xcode啊 那么从三列开始 我们就来用这个Xcode来写啊 呃 选择这个OSX里边的application 选择命令和工具 对吧 嗯 下一步 这这我们是 04-04 第四章的第四个程序 放到我们这个 先放到桌面上吧 桌面上边的C元 这个04里边 好吧 创建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实现呢 刚才这个程序里边就是我们所看到了 是这样的 嗯 把右边这个也给它去掉 把下面那个打开 嗯 红定义 整个定义的 这也没学啊 这个好多都没有没有学到 红定义 减号define 然后一个行 四行 是吧 还有一个减号define 一个是列 column 四行三列 这个定义好了 接下来在这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字符 符 叉类型的 字符指针的这样一个数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 负的词是吧 好多这个行 四行 然后后边是什么呀 三列啊 column 是吧 嗯 四行三列 然后接下来你就给它进行复制了 复制最好是这样来复制啊 就是嗯 其实它是二维数组嘛 二维数组里边 就是所谓的二维数组 就是大数组里边有套的小数组 懂得意思吧 嗯 就是我们比如说有有这个集装箱 然后这个有一个大箱子 大箱子里边呢有套了很多小的箱子 懂得意思吧 嗯 然后在这边就具体的数据了 数据我们就看看我们就不写了 看一下这里边 每个里边第一个有什么翠皮鸡腿宝是吧 这个随便写几个 那么第二个里边有什么签加符是吧 这个多少钱 然后这个第一个有一个编号就是你选择哪一个 然后呢第二个是名称第三个是价格是吧 然后我们方便后边去计算 每一个多少钱 后边第四个是咖啡是吧 不能喝太多喝太多睡不着觉是吧 嗯 这个数据结果我们就定义好了 说这个他说这个food还没有用 另外我们还要定义一个就是 定义一个叫selected foods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就是 比如说 他这列出来有大约三种这个视频 可能我点餐的时候呢 只点了这个三种 那么这个selected foods就是你 选了几个 这个是为了方便吗 后边计算这个价格的 ok 就是你这个选了几个 比如说你在这边选了一个脆皮鸡腿宝 又选了一可乐 一共加起来25块钱 最后我要通过这个来计算 对吧 嗯 这两个都定义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下边有一well处胸环 well1啊或者well处啊 就是一个永征胸环 这个胸环里边呢就是欢迎光临 肯德基是吧 然后就是请选择你要的这个视频 负一呢就完成定餐了 嗯 这里边一直转 就是你要输入一个负一 定餐怎么样了 结束了是吧 哎这个我们先先这样 先写一个well处胸环一 然后呢这个printf 怎么样呢 还来一个这个广告语啊是吧 这个怎么样了 欢迎光临肯德基点餐是吧 欢迎这个光临肯德基 好大概这样的是吧 刚换行 嗯 请接下来呢就是你这个选择什么呀 printf打印请请选择是吧 这个就是请选择 然后呢负一就 呃 选择 选择这个结束 就是你输入负一的时候呢就结束了 对吧 港 N 然后呢这个你就开始输入了 是吧 开始输入 嗯 在这呢你输入要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scanf来这个 怎么样了 要有scanf来这个 接收 嗯 那么在这呢我们循环看一下这个零到 第几行 这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啊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看我们第一次循环的时候是 第一行的 这个什么呀 零一二三啊 我们看一下 第一行的第一列 然后第一行 这个第一行的第二列 第一行的第三列 就是说我们循环之后呢 输出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数组里边 刚才定义的数组里边就是这个 就是一号二号三号 懂我说的意思吧 哦懂 那么通过这个循环 我们就便利输出啊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 嗯 下边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他这个输出结果 当然这个他会一直输出啊 我们这个先给他一个 嗯 1到这就这个break 但这这我们后边有一个scanf 我们先给他一个这样 嗯 scanf 然后是 随便先定一个变量啊 定一个变量啊 然后是 代翻号d 然后就是这个暗的暗 到这他就停住了 要紧急输入了 嗯 我们看这个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循环 我们来看看 这个 就把刚才我们数组里边 所有这些信息 都输出了 是吧 这个地方这个刚刚好像打的有点问题 应该放到最后是吧 嗯 再重来一遍啊 嗯 走 然后在这呢 那我把这个你要点餐的这些信息是吧 都列出来啊 对 列出来了之后 这个地方你就开始进行输入了 是吧 你选几选几 它又循环的来 来来这个计算了 并且呢 把你选择这个结果呢 要放到这个selected的 负的这里边来 方便我们后边计算 你选了什么 然后一共是多少钱 嗯 多说的意思吧 嗯 那么这是第一步啊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往后边看第二步 那么到这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里边我们定义了两个这个程度 一个是c 就是技术了 另外的一个就是temp 然后这个 嗯 我们这个输入呢 也是这个web处 循环的进行输入 也就是说 呃 你点完了第一个 还要点第二个 是吧 点完第二个 还要点第三个 这两个都是干什么用的 第一个这个c就是技术器 然后这个 比如说第一个你选择是 一开始是零嘛 对吧 然后呢 一二三一次增加 就是这个数组里边的 嗯 比如说你点了 呃 第一个 那就是零 是某一个 是吧 呃 你点了一就是这个 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以此类推 那么如果你输入这个是一个负一 这个数字是temp 就是你输入那个数字 比如说你输入一 嗯 我这就记录了 当前你选择的是 我我就把这个编号放到这里边 最后呢 我根据这个编号去编立它 嗯 是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把它 这个这个就不要了 刚才我们简单就先让这个程序停到这 然后不往下执行 接下来 第二个循环 呃 然后 在这我们来看看 到这就是 你输入了 输入一 输入二 输入 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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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这个循环就退出了 这个循环退出 看这 这个循环退出了之后呢 他又跑到哪去了 往回走 因为你上边这个大的循环里边是一直在循环的 嗯 所以说你第一个人选 选餐选完了之后 他是不是可能第二个人还要选啊 对 所以你这个大循环呢 还要继续往下走 OK 那么到这之后接下来啊 这个就是选择输入啊 你可以直接能完成选择输入 第三步就是 你要打印什么呀 你当前点餐的一个信息 嗯 那么 打印那个点餐信息里边呢 就是你点了 点餐是是哪些内容 首先呢 呃 我们在这呢 第一个循环就是我们要便利一下 你已经选择了这个 这个这个数组里边的当前这个编号 跟哪个是对应的 我们要匹配哪个价格去 多说的意思吧 另外呢 在这我们要用到一个 因为我们这里边都是自乎串的 我们需要 把这个编号转化成什么呀 转化成INT类型的 在这呢 用到一个A2i 这是一个函数 请你转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印了 这个Food里边的这个 某一个你点的是哪些餐 然后呢 一共合计多少钱 是吧 来看看啊 接下来放到这个地方了 看看好不好是啊 这个 A2i这个函数没有 这个函数在哪呢 这个 就这里边 我们还要去包含一个类库 叫STD lab 这个标准库里边 有这个 这个函数 去找找 叫什么 现在 现在他不提示我们了 这个A2i 看上了吗 就是你把一个 自货类型的转化成一个 这一个整形的 看漫党的R运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样执行 请选餐 小肉 你现在可以点餐了 是吧 你可以 你选择哪一个 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1 1是吧 选择一个3 选择一个3是吧 嗯 负1就退出了 说你这个你的点餐信息是1脆皮鸡腿宝 然后可乐 然后合计是25块钱 没错吧 我现在我多想点1 2 然后3 4都选上负1退出 他说你这个选择的是什么呀 这个 1 2 3 4都选了 是吧 然后 对不 看看 40 加30 45加3 75 没错好像是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其实这个程序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把前面 我们学到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总结了一些 然后另外呢 有一些这个 包括这个二维数组啊 我们还没有这个给大家讲到 主要想跟大家练习的就是包括这些这个 PrintF的用法 是吧 嗯 循环的用法 循环牵套的一些用法 嗯 包括这个ScanF的一些用法 好 嗯 那么有关这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好吧 那么到这为止呢 这个 这一章呢 我们就结束了 嗯 好 那我们这些课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吧 好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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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